在会上 普京即刻成立了解救人质领导小组 并决定将其指挥中心设置在连剧场不到500米的地方 以便他们随时能够掌握恐怖分子的最新情况 和及时做出应对决策 几十辆装甲车 消防车和救护车就停在附近的街道上 以防不测 一百多名狙击手登上剧场周围的高层建筑 准备应付各种变化 阿尔法信号旗等特种部队也赶赴现场伺机而动 阿尔法部队其实是俄罗斯也可以说是前苏联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种部队 它的建立其实是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以后 在慕尼黑奥运会上我们都知道当时的一些恐怖分子 对以色列的一些人质进行了残杀 那么让世界非常的震惊 当时其实莫斯科已经开始决定筹办 1980年的莫斯科的奥运会 那么怎么样应对这些恐怖事件 来维护整个莫斯科奥运会的安全 对于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1974年在克格勃的负责人安德罗伯夫下命令成立了一支特殊的武装 所以我们说1972年的慕尼黑他催生了两支特种部队 一支特种部队是德国的叫边防第九旅 这是德国也是赫赫有名的特种部队 这些精英战将们在执行任务时 脸上时常涂着黑色的油彩 所以人们也称他们为超级黑兵 他们身经百战并屡见其功 那么这一次面对这群穷穷极恶的恐怖分子 他们能否再一次化险为一呢 此时的周城场文化宫内灯火通明 却不见人影 而剧场外趁乱逃出的多名人质惊魂未定 一些人质回忆到 恐怖分子冲进二楼的演出厅后 朝天开枪并喊道 我们是车臣人 这里现在已经是布满了炸弹 我们的队员随时准备 与你们同归于尽 这说起车臣非法武装啊 他们和普京可谓是老对手了 1999年普京发动第二次车臣战争 就是为了消灭他们 可如今这些恐怖分子 居然在自己的眼皮底下 为非作歹 车臣位于高加索山脉北侧 是俄罗斯联邦领土 十九世纪 沙皇俄国经过五十多年的高架索战争 将车臣人征服 于1859年将它并入沙俄的版图 但是从那时起 并没有结束车臣和俄罗斯 这两个民族间的矛盾 1944年 斯大林以车臣人 与德国侵略者合作为理由 把车臣人赶出家园 当时有38.7万多车臣人 被驱逐到中亚和西伯利亚 直到赫鲁晓夫执政后 1957年才允许车臣人民重返故里 这给车臣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灵创伤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对抗 民族矛盾远发深重 1991年9月 原苏联空军少将 车臣人杜达耶夫 用武力推翻了车臣的苏维埃政权 11月 即苏联解体前夕 杜达耶夫宣称 成立主权国家车臣共和国 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俄罗斯当局分别在1994年和1999年 两次出兵车臣 实际上的第二次战争 已经到了一个就是联邦军队 基本上控制了车臣 大部分地区 车臣非法武装 只有一小部分在南部地区 还有跟联邦军队进行周旋 但是就是以马萨哈托夫和巴萨耶夫 特别顽固的这样的一些非法武装 他们仍然坚持车臣独立的思想 拒不投降 而且他们还改变了一些战术 他们利用一些恐怖袭击的方式 来与联邦军队进行作战 他们选择在民居里 火车上 公园内安装他们的炸弹 而这一次 他们选择了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剧场 逃出剧院的人质惊魂未定 但他们都回忆到一个细节 案发当时 五十多名匪徒都头戴面罩 唯有一个年轻人 他居然在众不睽睽之下 连面罩都不戴 事实上 他就是这次劫持事件的总指挥 莫夫萨尔巴拉耶夫